HELLO 大家好,我是Helie 我們繼續胸瓶記的下集 還有這麼多要分享的 如果未看上集的話,記得看 然後市隔一個星期,某些Category 又有新胸瓶加入 所以我們今天由它們開始 有Elimus的玫瑰卸妝箱 它的卸妝功效OK的 高峻一推開就會變油 玫瑰味比起原味,我覺得用起來更舒服 然後給了少許鄰居去用 很喜歡敷在鼻子上 然後用黑頭貼一撕就說有很多黑頭粉刺 但我沒有試過,沒有太大疑問 然後缺點就是 它冬天用會好一點 夏天一熱會溶 一打開全部都是油、水等等 所以冬天用OK,夏天我就不太建議了 卸妝方面還有iHeart買的 Neutrogena卸妝紙巾 這個我不是用來卸妝 而是卸手背上的試色 它不油膩,卸得乾淨 不過我通常都喜歡用卸妝油 那就沒有用它了 然後洗臉產品還有早派合作的 Manoquin 它的泡泡很綿滑 在臉上非常舒服 好像棉花球一樣 清潔得OK 又不會洗完臉乾真真 所以我是極速空瓶 不小心經常都這麼多了 因為看到一大堆泡泡的時候 所以會很治癒 生暗瘡的時候我會敷芬衣草花水 會有少少鎮靜消炎的作用 然後Estilauda的Micro Essence 我無論用多少次都覺得沒什麼感覺 反而Gerlin 我沒有讀錯 它的爽膚水挺好用的 這個有機會我都會買貨 還有加單的鼠尾醋保濕噴霧 剩下兩滴噴給大家看 它都是很細很無法的 我用得曬的噴霧通常都是噴出來很舒服 味道是很正很舒緩的感覺 精華又是找多了四支 後的鼻貼精華可以儲齊一個家族 上次有細有大 今次還有試用妝 小星層的N1是純保濕精華裡面 我最喜歡的 用完很多支安平妝之後 現在開了Jumbo Size 都用了三分之一 它是做到深層保濕之餘 不厚不黏粒的 非常之快吸收 好好延展性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這一款 還有Current Body的透明質酸精華 這一款我會覺得薄一點 不過不失中規中矩的保濕度 然後Eve Hoche的晚間精華油 轉季用非常之好 它是屬於水油兩層那種 用之前要搖勻它 不會太油膩也不會太厚重 我挺喜歡它的收穫力和滋潤度都是不錯 所以夏天入秋入冬的時候都會喜歡用它 但是現在我就覺得未必需要用到收穫油 另一件事就是Eve Hoche他們的產品 香味也挺厲害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最好去專門店嗅嗅嗅嗅 未必每個人都會喜歡的 終於可以進入面霜的部分 有13個 3個Kiehl's的Ultra Facial Cream 非常之經典的一個面霜 全部都用完了 今生都有份幫忙貢獻的 很基礎很安全的一個面霜 想不到用什麼皮膚沒有太大問題的時候 都會用到它 日後就這樣用 晚上就會加少許臉油一齊用 想要清爽的話 Kiehl's還有這款Gel Cream 它不是很保濕那種 我會做運動或者戶外活動之前 不想臉有Cream的感覺就會用它 想要清爽但多一點保濕的話 可以試試Toucher的Water Cream 或者B Glam的Gel Cream 塗完之後皮膚會覺得保濕了 柔軟了 但不是那種滋潤了的感覺 然後B Glam的這一款有時候會厚敷它 然後隔五分鐘洗了它 做一個急救面霜 然後小星層的N9 是一款頗舒服的 Moisturizer 塗完皮膚都是柔軟的 不過我就覺得不算很特別 還有Tarte的這一款 沒有什麼印象了 應該都是中規中矩的面霜 而且Lush的這一款滋潤度OK 不過因為我有太多護膚品了 Lush的產品保鮮期沒有那麼長 我會比較喜歡用它們的身體用品多一點 然後比較滋潤的面霜有五款 Kiehl's的這兩款我用起來 覺得分別不是很大 都是比較滋潤 收服力不錯的 而Elimus的這一款面霜 我就覺得輕熟肌 然後冬天用是很好的 它是舒服不厚重 然後滋潤度好 我給了少少金生媽媽去試 她都很喜歡 所以如果想買給長輩的話 它是好用 得體 除了價錢貴少少之外 都真的不錯的 每一年冬天我都會用完一瓶厚的鼻鐵面霜 它有點像牛油 很挺身很滑 看上去以為很稠 或者很厚 但一推開 是很舒服 很雍容華貴的味道 然後滋潤度收服力也很好 不過每一年我只用完一瓶小 如果貨色是用不完的 它的份量用很少很少就夠了 這個算不算缺點 還有Liparie的這一款面霜 我是非常非常喜歡 不過它也是非常非常貴 頭幾天用是很驚艷的 因為一起來看著鏡子 整個人換言一身 漂亮了 皮膚細緻了 不過這個感覺慢慢就會麻木了 不可能天天都漂亮了 這樣就很厲害了 所以如果你臉有很多不同的狀況 或者狀態很差 你要不停地急救 令它提升的話 這個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說皮膚已經很好 你又未必需要昇華去一個層次 或者你是很年輕的人 皮膚真的很高峰 不用用到它 因為它實在是太貴 但是偶然用一下 都真的挺開心的 眼霜就有兩款 這個用完之後 黑眼圈有少少很輕微的改善 不會完全沒有 跟著Herbsoil這個 就會比較著重保濕多些 你用完之後 乾紋會有少少的改善 但是如果一些很深的眼紋 就不覺得有太大的分別 我亦都用完加單的水感輕透防曬凝雨 非常之喜歡 很清爽 完全沒有負擔 面膜我的用量是非常之凶狠 不靜止這裡 有些我都忘了吵 開啟面膜我蠻喜歡台灣我的心機的安平系列 但是只是這個系列 其他我都不喜歡用的 還有加單尼爾的面膜 我喜歡積雪草、龍膽葉和金棧花的 無限回購 每個星期都會敷的 它們也有出到一些生物纖維面膜 但是兩者比較的話 我會喜歡普通這個多些 我亦都收過台灣牌子NES的這兩款面膜 不過用完之後 就覺得沒有太大特別 SIRENIA BE GOOD TO SKIN的一些gel mask 我都是非常之喜歡 用來做三文字面膜的 然後也都用過一款有CBD的面膜 但是敷完之後 我是感受不到有和沒有CBD的分別 都是跟普通面膜差不多而已 然後這一款韓國SMTS面膜 我也是非常之喜歡 它又不貴 然後保濕度很高 其實我還用了很多小星層面膜 不過應該忘記了留個盒 然後就有後的這款鼻鐵面膜 大家在FANSPHOBIC有沒有大數特數 比我去年說完超級喜歡用 然後大家都是用完之後 雙逢恨晚 它是很好的滋潤度 如果FANSPHOBIC買的話 真的很划算 然後就是一些gel mask 這兩款都是金盞花面膜 加單會比較gel 然後Kiehl會比較滑 它們都是我做完運動 戶外活動員很熱的時候 用來降溫舒緩 然後是小星層的N12 我非常之喜歡用它來做sleeping mask 加一點N10 Wonder Oil 混合來敷 第二天起來皮膚很柔軟 很滑 很飽滿 然後還有Kiehl的白泥深層清潔面膜 這個是金生專用的 因為它的清潔度比較高 如果在我身上用的話 會有一點乾 比較適合偏油肌混合肌的朋友 終於完了護膚品 我們可以去頭髮用品了 胸瓶永遠都會出現加單的這款洗頭水 它是清潔力比較強 用完之後我會覺得頭皮有一種很乾淨的感覺 然後裡面有薄荷 去到吹頭的時候 都會感覺到那種涼滲滲的 不過有觀眾也反映 用完它有一點脫髮 所以可能不可以用太密 我一個星期都是用一至兩次 大家都要留意 如果不用加單那一款的日子 平時我會用保濕度比較高的shampoo 這個用了之後 頭髮會覺得保濕了 不會乾 亦不是假潤那種 但是就有一點貴 同一條線我都用完了他們的髮毛 它的收穫度非常非常之好 甚至乎我會覺得比sabon好 不過sabon的這個 是沒有那麼有負擔感的 這一款它是有一點厚度 所以冬天用會好一點 然後夏天我就很喜歡用sabon的這個 兩個都空平了 sabon的近鏡給大家看 它是磨砂玻璃瓶很有質感的 而便宜價的髮膜空平 一定是印尼牌子這一款 一分錢一分貨 它沒有剛才的髮膜那麼厲害 但是呢 為了銀包著想 有時用貴有時用便宜 我覺得它也是不錯的 sisley的髮膜我都有用過 但是就不算很特別 反而他們的hair oil 真的用生命去推介 雖然售價比較貴 但是它很耐用 我用了差不多兩年才用完 它是不會厚的不會油的 不會令到頭髮一住一住 然後滋潤度很好 所以就算貴也好 我都會願意回購 然後買完又買燒了很多人的 還有eve poche發燥 如果頭油比較強的朋友 很介意自己的頭有一陣味道的 或者好像我這樣 很容易生頭瘡 你可以試一下它 用大約一兩個星期 應該已經感覺到有改善 去到洗澡這部分 我用了非常多lush的產品 snow fairy這個味道 我不是太喜歡 有少少像藥水 我會喜歡這款叫做plum duff 它是黑加蘭紫味 然後有 gel狀很舒服 而冬天我就會喜歡用這個叫做york no 它是蘭紫味的 比較甜的 但是滋潤度也會高一點 然後還有這款叫做twilight的shower jelly 一開始的時候 很有趣的 它是一塊啫喱的樣子 但是用到中段 它開始散開 開始小塊 就沒有那麼方便了 都是用回平時的shower gel 然後也用了一些rituals的洗澡產品 用它們的時候 浴室會來抹著很濃郁的香味 想被香味包圍那一天就選擇它們了 但是不會滋潤也不會乾的 純粹是為了香味而買 還有這個意大利牌子的玫瑰shower gel 也很棒的 它不是那種很甜很假的味道 你真的好像站在玫瑰園中間 被一些花包圍著 然後很棒 很舒服很舒緩的 然後說香味又如何少得Saphon呢 它的shower oil對於身體乾燥人士來說是因物來的 然後香味又是世界級的 Saphon的香味是不會失望的 如果你是一年四季都是身體比較乾的話 可以試試它 很棒的 除了Forsize 我亦都用了一些試用妝 大家如果看到有set的話 記得去買 因為你可以試到很多不同的味道 選擇自己最喜歡才買貨妝 但是如果你是乾到沙漠會脫皮那種 就可以試試Bilderma這款cleansing oil 它是我用過最滋潤的洗澡產品 如果冬天脫皮的日子我就會用到它了 還有Canvas的body wash 這個呢我就一般了 因為它是比較挺身的啫喱狀 洗澡的時候不是那麼容易推開 所以用它呢 不會有那種很享受的感覺 身體磨砂有兩款 都是比較粗礦型的 Lush的這款味道有少少像二寶 它是洗澡再加上磨砂 是比較清爽型的 然後Saphon的磨砂 我是非常非常喜歡的 用過就會明白了 磨完之後一沖水那一刻 整個人那種滑是其他的磨砂給不到我的 但是它真的是比較粗粒的鹽來的 如果有傷口呢 你一磨是會見祖先的地步的 還有呢 你是想找一些很溫柔的很細滑的磨砂 它都不適合的 body lotion我通常用得很慢的 但是Lush的這一款呢 因為保鮮期我就快點用完它 Sacura的味道很香 很舒服的 但是呢 夏天用我就覺得有少少後 然後還有一支叫做鳳梨冰柴的絲襪清潔用品 是Sarena給我的 但是這一支呢 我就一般的 因為它的泡泡比較軟 我自己prefer一些挺身的泡泡 然後還有這個TS6的啫喱 冬天快完結的時候就會拿出來用的了 塗在一些穿背心看上去比較暗沉的位 例如underarm 然後這些關節位呢 塗一陣子它會比較明亮一點 提亮一點的 還有無限這麼多支的12元店洗泡水 它真的很好用 這一款洗化妝掃的水我也有用的 但是我會喜歡剛才洗泡泡的那一小時多一點 因為那個清潔力好像強一點 12元店我還會買這個 如果跟我一樣是會穿生理褲 或者生理期的時候很多時候都要洗一些污漬的話 這個是非常之好的 很累很累 但是說完化妝品就可以結束了 人生最喜歡的眼線筆 一直都是回購的了 上面是深啡色 下面是淺啡色 TATS的這款Mascara效果很好 但是它會有一點點掉 所以會扣分 然後TOOFACE的Mascara 就是一種歐美風格 它做到那種公仔眼很濃密的效果 但是呢 有時候比較容易結塊 但是我要用那個梳 梳回順眼睫毛 如果你是很高貨那種蛙蛙眼的話 它是OK的 用到天方地老 終於用完的一個眉膠 以染眉膏來說 我覺得它真的最好用的了 通常我用其他牌子都好 最後都會回到它身邊 兩個highlighter 一個是HOUR GLASS 另一個是BECCA 這個HOUR GLASS是比較自然的 好像平時本身皮膚就有光澤的一種 然後BECCA的這個就是比較誇張一點的 有存在感一點 但是光感也很漂亮的 陰影方面有MAC的Omega 去到旁邊這裡我已經拿不到 它是比較偏灰一點點的 是比較neutral一點點的一個陰影 還有Laura Mercier的Cushion 這個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歡 它是非常持久 然後妝感很完整的 就這樣上一層 不是很需要遮瑕膏 我都覺得是OK可以出街的了 但是如果你很喜歡一些自然的 似有藥毛的妝感 它就未必適合 它的遮瑕度是蠻好的 潤唇膏有兩支 Fresh的這一支我是喜歡的 它是很潤的 然後下面這個 我就覺得它是假潤的一種 不一般的 味道也有一點會變的 好了好了 終於分享完 一連兩集的空瓶技 在這裡圓滿結束 嘩 我都很想數一下 究竟兩集加起來 是不是超過一百樣東西 大家看到光線變化 就知道我拍了超級無敵內 如果你是覺得有參考價值 喜歡看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是6月有3月 和4日的就12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了 拜拜 下一屆再見了 好可惜 好可惜 明明明 放在這裡 你會不會 才能 那 那 我 很快 我